欧盟表示,这个特别小组将于周三成立,旨在调查并确定哪些被欧盟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可用于乌克兰的重建工作。 特别小组未来的领导人,瑞典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安利德表示,预计俄罗斯央行的数百亿美元资金将会是支持乌克兰重建的关键资产。 这是欧盟首次将冻结的资金用于重建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强调,俄罗斯纳税人必须承担乌克兰重建的费用。瑞典目前是欧盟轮值主席国。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书综合报道。